刚刚呢我们做了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绘制了一下 从10点到12点 每隔一分钟的气温变化 但是我们发现呢 在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样一个绘制的图像呢 它的x轴呢 并不是显示了我们真正想让它显得 这个10点几分 而是一堆数字 对吧 下面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x轴 不再显成数字了 而它显示字幅串 什么样的字幅串呢 前面60个显示10点几分 10点几分 10点几分 一直到10点69分 然后呢后面就显示什么呢 10点几分 11点几分 11点几分 11点69分 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59分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要做真事情 就是要调整x轴的刻度 不光是要调整它的酥密了 而且要在上面显示字幅串 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用之前XTX那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再写一下注释 调整x轴的刻度 我们现在知道 PLT.XTX能够把L传进去的时候呢 能够绘制出对于x轴的所有的值 对不对 比如这里能够传x 就是会0到119 全部都会上去 但是呢 现在我们还要让它 不再显示柱子 而显示字幅串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传入另外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这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x 先写上就等于x 那么-XTX Nabels 这是一个变量别 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它放一串字幅串 比如说这字幅串放什么呢 就放比如说for i in x -x吧 然后呢 我们里面写 比如说h hello 然后呢 把这个i放进去 点format i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XTNabels 放到这里来 然后最终 在x轴上显示的会是什么呢 显示的就是 hello1 hello2 一直到 hello119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XTX 当我们只要传一个参数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参数 全部汇设到x轴上 但是 仅限于 它是数字的时候 它会这样做 但是真正时候 我们如果想让它在 x轴上显示字幅串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数字和字幅串 真正我们想 汇设字幅串 做个一对应 做个一对应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 这个地方我们传入-x的时候 它肯定就是从0 A到619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想到 想到字幅串 就需要把0 跟hello0 做个对应 把1 跟hello1 做个对应 把2 跟hello2 做个对应 理解吗 对应之后 才会在 x轴上显示出字幅串 否则的话呢 它是显示不了字幅串 由于它也是1对应 所以它们两个长度 必须是一样的 能理解吗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我们刚刚 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x 它是0到19 这些数字 然后呢 又传了一个字幅串 然后它会把这个字幅串 显在下面 毫不疑问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它太多了 对不对 太密集了 所以它处理到一起了 我们不想把它处理到一起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对它取不长 做这个操作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强烈的转换 转换成一个列表 转换列表之后呢 比如说取个10 这个时候 是不是取了一个不长呀 那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再对这里来 复外因-x的时候 -x 这个地方 显示是不是 也是数量要比之前少呀 它们两个-x和-x 这个nambles 它们长度是不是一样的呀 就是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因为我这里的方向 i是因-x的 -x的 对不对 就是因的是它 它里面 比如说 之前是120个 现在变成了12个 那这里也是一样 每个i只有12个 所以Hello 这个字幅串 也是有12个的 刚好是从0 对应到hello0 10对应到hello10 对不对 做这样的对应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刚刚取了一个不长 是不是做了这样的操作呀 字幅串 显示出来了 但是字幅串 显示出来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 这还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刚刚在这里写 hello0 hello10 hello20 直接给大家做个演示 告诉大家 我们-x x nambles 可以这样来做 可以这样子 让数字和字幅串 做对应 但是现在真正的我们知道 我们要让它写出什么呀 10点几分 10点几分 12点几分 这种字幅串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做新的 真正的一个对应了 那该如何对应的呢 比如说这里 我们取不长 取稍微小一些 取个3 然后呢 for in x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里我这样写合适吗 -x的时候 合适吗 也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和之间一样 比如说 10点 分 对吧 应该是这样显示的 对不对 然后点format it呢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打个空格 这样显示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也是10点 0分 一直到多少分 119分 比如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对吧 那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呢 Range 60 从0到60 就是0到59的时候 这里显示 10点0分 10点1分 一直到10点59分 对不对 那后续呢 应该另外一种方法来做了 比如说 -xt跟Nables 应该加等于 加等于什么意思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列表吧 那这个列表和这个列表很像 但是稍微有些变化 这里呢 首先是11点多少分了 对不对 那10点多少分呢 这里应该是 怎么写啊 60到120 对不对 就是从60到119 是不是 那这里方I呢 还需要再减60 是不是要做这样的操作呀 这地方大家能理解吗 这个列表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11点0分 11点1分 11点2分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不想这样写 也可以怎么写的 我们直接写Range 60 然后这边方I就不用减了 对不对 刚好是120个数 是不是XXNable里面 刚好就有120个值呀 然后呢 刚好有120个值 前面我对它取的不长 大家看一下 我取的不长是-X 取的不长是-3 对不对 那-3呢 我放到这里 可能更好一些 --3 那后面的这个XXNables呢 也是应该一样 取不长 -3 它们长度才是一样的 否则长度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里可以写 竖线 中方对它取不长呢 因为我对它做了 这桥那些转换 是不是这样子呀 只有列表的时候 才可以方括取不长 是不是 Range是取不了不长呢 从我这种方式 对不对 能理解 为什么这里是这样写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它现在做了 强势那些转换 转的列表了吗 我们不想再想 这样写不是也可以的吗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因为前面我们X取了不长 所以后面XNable也要取不长 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刚刚里面 有的数字是一样的 这个数据的个数 和这个数的个数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呀 都塑料了三倍 对不对 否则如果前面取不长 后面不取的话 前面是塑料三倍 后面还是120个 所以它就会有问题 因为它长度不一样 多不了 就是一一对应 只有这种时候才一一对应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其他数字 取不长 数据 就是数字 和字符串 一一对应 然后呢 数据的长度一样 咱们再来跑一下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还是太密集了 重新到一起了 好像还有一些方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字符串 做一些旋转 旋转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是很热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让它变成竖着的 理解吗 那变成竖着可以怎么变呢 填下一个参数就好了 叫rotation TL1 比如说等于90 rotation旋转的度数 比如说写了90 旋转90度 对不对 旋转90度之后 应该之前是横着 旋转90就是数了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旋转90度之后 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竖起来了呀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之前的重建了呀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中文不见了 对不对 那所以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中文给找回来 对不对 那找回中文之前 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一步操作 大家能够理解的是干什么吧 XX里面传两个参数 把数据 把数值型数据 对应到字符串上去 前面是数字 对应到后面字符串 前面数字 我们放了什么 比如说放了个1 在课图上 那最终对应它的话 就是1那个位置 刚好对应后面这个列表里面 第一个位置 理解吗 刚好之前在0的时候呢 我们说它对应到后面 XXNable第0个 就是10.0分 1的时候呢 对应到10.1分 但现在呢 我们发现 我们直接写的时候 它太密集了 所以我们对它取一个不长 要取不长的时候 就需要注意 只有列表 才能使用方向的方向来取不长 否则的话呢 我们应该在这里面打多少型 对不对 但是现在如果说 我们不要打多少型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先把它找成一个列表 对它取不长 那后面也刚好是个列表 也可以动用方向来取不长 对不对 那取不长的时候 我们发现 取了3 它还是重联到一起 那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Rotation 对它做一些旋转 旋转90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前我们旋转90度 这个10 是不是到下面去了呀 是不是到下面去了 10 11 是不是到下面去了呀 如果说我们想让这个10 11到上面去 我们应该旋转多少度呀 我们想让这个10 放到上面去 应该旋转多少度 是不是就27了呀 相当于一个顺时针旋转90度 一个逆时针旋转90度 对不对 能理解吧 那么写到27的时候 毫不疑问 这个10和11 是不是到下面去了呀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 大家看一下 我们旋转270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 10是不是到这边去了呀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旋转45度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斜着来呀 对 45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呀 这样子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对不对 也不会重叠 对吧 就这个样子 但是呢 下面我们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文不显示的问题 那么 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在这里中文不显示呢 因为它就是不显示的 Mathpoulonibu里面 它默认的字体 中文是不显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说的事情在这里 我们写的注释 写的非常清楚 大家看 科技眼睛看明白 然后效果呢 然后效果呢 就这个样子的 中文没显示 要是中文显示 我们就要来设置中文字体 因为Mathpoulonibu里面 默认那个字体呢 它是不只是中文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些设置 所以给它设置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呢 你显示中文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显示中文 否则的话呢 它就显示不了中文 那么如何是中文字体呢 下面就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FC-list 它是什么呢 来查看当前系统下 所支持的字体 那当然这个是在 你有所mail下面支持的 大家可以在温度下面敲一下 看下有没有反应 应该是没有反应 FC-list 怎么这么慢呢 就是这个mini FC-list 这么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可以在这个 VV2里面敲一下 应该是不会有 我见到它这么慢的 见到它应该有些问题 不能下没有 大家可以在VV2里面敲一下 应该是有的 对吧 就不让它跑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FC-list 是查看系统里面 所有的字体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想让它看里面 支持中文的字体 就需要后面打算冒号 但冒号之前就要注意到 FC-list 或者冒号之前有一个空格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FC-list 空格冒号 你解吗 然后NUM 等于ZH 就可以了 查看系统里面 支持的中文字体 可以这样来查看 那这个地方呢 我电脑上 可能中间有的一些问题的 显示比较慢 对不对 大家可以在自己电脑上试一下 在这个欧方图里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FC-list 冒号 NUM ZH 这个东西 大家也可以稍微把它记一下 我们前面不是给大家说 一个面试题 查看 什么呀 写20个 大家知道的 minix以下 查看的mini 那么FC-list 也是一条 对不对 所以大家到时候呢 有真的遇到这个面试题的时候呢 也是会写的 对吧 那么知道了 我们在Windows下面 或者说 在inix mark下面 知道中文字体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要在代码里面 来用这个字体了 那么用这个字体的时候 就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在Windows下面 可以使用 modeplelib.rc这种方式来 那么在Windows inix 或者mark下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通过 modeplelib下面有一个叫 fontmanager 它提供了一个 fontmanager这样的内 这个内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像是中文字体的 那么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import的modeplelib 我们刚刚说了 modeplelib 有点rc这个方法 对不对 rc这个方法 具体该怎么用 我们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是不是看原码 就可以知道了呀 Ctrl-B 去下原码这里 rc 大家看一下 rc里面呢 有很多参数 我们都可以设置 比如说这个line color 加linewise 大家能够通过它 能够知道它在干什么 设置线条的粗细和颜色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些参数 我们也是可以设置的 比如说 通过这种方式 也是可以对大家来进行设置 那比如说 通过这个lw等于2 lw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linewise的一个缩写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不想写linewise 你写lw也是可以的 不想写color 写c也是可以的 自己颜色 这些也都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设置字体 显示中文 到底该怎么设置呢 可以这样设置 你可以写一个 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字顶 然后呢 通过心心的这种方式 把它全部应用 变化成什么呢 变化成前面的这种样子 心心font 这种变化成的样子是什么样 是font米对于 某某space white等于blood size等于nager 这种样子的呀 我们使用心心 是不是变化成的 a等于bc等于一种形式呀 对font这样一个字眼使用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字典 通过心心的变化成 a等于bc等于一种形式 那么在当前这个地方 在当前这个字典呢 就变成了 white等于blood size等于nager 发明等于他 这种形式 那么刚好就是前面这种形式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前面 第一个参数变了 前面我们看到 都是line这个参数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要写个font 那么最终的 他都会往这个font里面 去设置这些属性 这是他的family等于什么 这是他的wise出息多少 size是多少 都是可以通过这方式来设置的 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它复制过去 粘贴一下就完事了 理解吗 这些方法 我们都不用去记得他 用的时候 我们去圆满里面 去看一下 他的demo 然后呢 去改一改 我们改改的地方就可以了 比如说当前如果说 我们电脑里面有个字体 叫Microsoft 雅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soft 雅黑 就这样来写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样改一改就可以了 然后RC在里面 然后呢 也是要设置font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设置 那么当然了 如果我们不想写 新兴新font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和之前一样 把family 对于Microsoft 雅黑 那种方式写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怎么了 就是F-A M-I-L-Y 对于Microsoft 雅黑 把它复制过去 不知道这里来 然后呢 把 white W-I-G-I-G-T W-E-I-G-I-G-T 然后呢 等于blood 可以这样设置 对不对 因为 如果我们这样设置 和前面这样 显示一样的 用新兴的效果 就是把它 召唤成这样一种 A等于B C-I-G-T 这种形式 把一个字典 导成这种样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样子 跟我们它 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这里 设置是 19th 对不对 但这个呢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像是没有效果的 这个样子 好像是没有效果的 但Windows下面 应该装的 都是有Microsoft 或者亚黑的 对不对 这样一个字体的 之前呢 看到其他同学 也有尝试 但是好像这样 没有效果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字体 不应该是这个名字 另外一个原因 这种方式呢 在Windows下面 也是没有效果的 那么为什么 我在课程上面 还写另外一个方法呢 因为在Mac下面 前面这种方式 是无效的 但是在Windows下面 和另一个下面 也没有效果 大家可以尝试 可能是没有效果的 那么如果说 没有效果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用 另外一种方式 来试试这个字体了 我们把这种方式 注入起来 这是Windows和Linux Inux设置字体的方式 大家看到我在出汗了吗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种方式 MyLinux内部 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FontManager Import 这里写错了 From 早上没吃早饭了 有点饿 有点虚 FontManager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实力化 这个FontManager就可以了 那么FontManager 要怎么实力化呢 就是Font 比如说我们先给它 传给Font 对于FontManager 它提供了一个类 叫做FontProperty 这个参数 这样类 这个类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个参数就好了 叫Fname 那么这个呢 大家也不用记着 因为你去到FontProperty 它的原码里面呢 也是有的 比如说在下面 在前面 前面这个地方 它也是有教我们去怎么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注释 我们在注释里面呢 就只能找到东西的 比如说 这个里面有个Fname 在这个地方 搜一下 这边没有给是吧 没有给这个 关于Fname的例子 给它是关于前面 其他的例子 前面其他参数的一些例子 在这前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 Family 或者Style 或者说Wit 或者Size 这些都可以这样设置 但是呢 这个Family参数呢 在这里是用不了的 如果说 用不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前面我们这样设置 它用不了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不是设置了一个Family 这个参数传给Font 如果说前面我们用Family 用不了的话 我们在后面这个地方 Family也是用不了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用 Fname这个参数了 Fname这个参数 给它传什么呢 就传我们这个 稳健这个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路径 比如说当前呢 我应该在这里 放了一个自己的路径 比如说在我店里面 是有这些自己的 它的路径在这里 我们只用把它复制到 这个地方去就好了 复制个平方简法 这里在这里 那么所以说 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要教大家 FC-Gunlist的那个命令 FC-Gunlist的那个命令 就是会给我们展示 当前我们系统里面 有多少字体 它的字体就在什么样的位置 把它复制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的 如果有一间 我们需要设置它自己大小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里 把size给它添加进去 那么size就会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有哪些size我们可以用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size 这里在这里 size size x x small xsmall small medial large xnull xxnull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放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可以放什么呢 放数字也是可以的 absolute 相对的 字体大小 对不对 realtive是相对的 说错了 realtive是相对的字体大小 absolute是绝对的字体大小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 也是可以设置的 然后通过调整 就可以设置一个大小了 那么如果在这里不是的话呢 就这样写就好了 这样写完还没完 我们只是在这里 实力化了一个 fundproperty这样一个字体 相对实力化一个字体 那么用的时候呢 还需要添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什么呢 property fundproperty这样的参数 都是小写 f1t plper cies 然后等于myfund就可以了 理解吗 这是另外一种 设置字体 大小的字体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在这跑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构 python 配置 21 是不是就有了呀 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呀 这种方式 百分之百是可以的 我们刚刚后面讲的那种方式 百分之百是可以的 前面那种方式 不一定可以 因为经常呢 我们会不知道这个名字 是什么 如果本身写错的话呢 后面都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后面这种方式呢 是百分之百是可以的 所以下面呢 大家可以来敲一下这个秘密 然后来用一下 然后在自己的电脑 写下刚刚所写的这个代码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刚刚给大家敲过一遍了 对不对 是的 활流 船 完成